? ? 所以你多久沒有錄音了? 自從上次 哇!真的很久了 期間有一次找 找佳玉來cover 有錄了幾集 真的 那我就沒有去撿 為什麼? 沒有,不是聊不起來,就懶 懶著去撿,後來就是 因為要弄專長的東西 然後 還有上片這些都第一次弄 真的花很多時間 對 沒錯 我覺得上片真的是要吐了 待會可以 到夏季我們可以來個專門抱怨班尼 所以後來就沒有做了 那可能等9月吧 好啊 其實我剛剛默默的按下錄音 所以更再見 錄影了一件事 好 那麼我們大家好 這一集是 人造人喜劇萬事無 第48集 耶 大家好 我們本來有想過 開頭要講什麼 大家好 我們是OK跟嘎盛 我們這一集就是來二訪OK 因為我們就是很悲慘的 下個月要辦專場 不會啦 不悲 不悲 我現在就是慢慢的去回想 之前就是有訪問過瑞瑞 瑞瑞就說在那裡建議 所有脫口秀演員都可以辦專場 我現在聽了覺得幹bullshit 他還有說一句話我記得 他說你目標就訂出來 時間到 你東西就一定寫得出來 確實是這樣 沒錯 可是過程好累喔 確實啦 不過我們也是蠻早就開始準備 的確的確的確 沒有錯 好 那麼我們 這不是下一集才要講的東西 對這是下一集才要講的東西 我們先 上集先 不講專場的東西 但是我們下集才會 滿滿的對專場的怨念 所以上一集還是要訪問OK 就是說我們距離之前找OK來的話 已經大概有一年了 然後一年真的欸 你是去年好像四月還五月的時候 我找你 然後現在七月了 已經隔了一年的時間 那時候找你來就在那裡唸稿 對我準備逐字稿來 準備逐字稿來 那這一年呢 就是OK也做了很多新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問一下OK做了那些有趣的事情 像是說OK自己有個Podcast 叫做OK和葛盛 對呀 好好奇喔 其實滿有趣的 其實滿有趣的 我就想問你 為什麼你想做這個Podcast 其實在Podcast還沒有這麼瘋的時候 在那之前 我跟葛盛就有在錄音 然後我們是上傳到YouTube 然後找一張沒有版權的圖片放上去 音質很糟 然後這整個都很爛 但是我覺得內容很棒 那那些東西其實都還在網路上 但是找不到 我全部關起來 我全部關起來 但是我都有留著 而且那時候我們還是用線上錄音 就我們拿耳機的麥克風而已 就這樣錄 錄了好 錄了真的錄了很多 然後那一陣子就是想說 我們想把我們的聊天讓大家聽到 然後放到網路上 然後發現沒有人要聽 對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有錄 中間斷掉 那到最近就是 又開始想說來做一下好了 好 所以那個時候以前你跟阿克森錄音的時候 內容也是跟現在差不多嗎 像是什麼樣子才能喝到養樂多什麼的 對 差不多的內容 就是一開始就是閒聊 聊一聊之後 我們可能會對 很腦洞的題材 某個東西的特點 有興趣 就會一直聊聊聊下去 那到最後乾掉了 聊不下去了 那我們可能就會 用這個當結尾 這樣一集就錄起來了 那你以後會想要再把這個YT釋出嗎 可能等我們之後真的紅了 我們會釋出這些片段 要不要先不紅的時候就釋出 我現在覺得不紅是一個很安全的事情 高興之後什麼都無所謂 不紅的時候釋出 那你會建議說放在YouTube 不是放在Podcast上面嗎 也可以啊 那可以考慮看看 可是我回去可能那個音質真的要 修改 真的很糟糕 真的很糟糕 好了解了解 那就是我其實是每一集都有聽的 裡面都會聊一些 該怎麼說 生活中奇妙的腦洞 那你們是怎麼樣決定說 我今天要來聊 像說長頸錄啊 或者今天聊養樂多之類的 題材是怎麼樣決定 我們錄第一集的時候 有準備了十幾二十個題目 關鍵字 結果那一次聊天 麥克風一放下來 就變得很不自然 很尬 然後就想辦法講講講講 講到之後後來 比較順了 就真的在聊天了 然後那一次也是兩個小時過去 我就發現我們完全沒有講到 當天準備的題目上 所以後來就不先準備了 可能會想說 最近這個禮拜發生什麼事情很有趣 我就聊這個 那這個之後的話題 全部都是現場 突然想到就講出來這樣 好 可是像你們錄音一集 才大概十五 我聽到內容大概十五分鐘 然後你錄兩小時 所以你自己會濃縮有趣的東西 對 就差不多一個主題 然後十分鐘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就把它切掉 然後就把它切掉 這樣上傳 然後其它是廢話 就覺得不需要流出來 廢話 我認為其實都沒有廢話 對 我認為其實沒有什麼廢話 但有一些東西就是不太能講 所以就沒有上傳 好 所以也完全沒有準備內容 就是大家 有點像你跟他的默契到了 結果開始噼哩啪聊 沒錯 我覺得這個就是默契 因為我跟他算是 大學在魔術社認識的 他是我的學弟 那時候其實好像還沒有這麼熟 但畢業之後就莫名其妙 就跟他有繼續聯絡 然後就也維持到現在 所以認識也算 我看十年也有了 這十年之間我們可以說是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長進 心智上沒有長進 這可以理解 對 我的部分絕對可以理解 像前陣子在公司 有人問我是不是才二十幾歲 因為他說你怎麼那麼屁啊 對 前幾天就有一個同事 他去拿便當拿回來 我去拍他手 幹 國中神啊 他筷子就掉到地上 他在蹲下來撿 然後我就走了 你也撿起來 對 我很快樂 對 這還蠻好秀的 我想想我想想 但因為我有發現說 就是我有稍微觀察 你跟Gasen的狀態 就是我覺得 你跟Gasen聊天的時候 你是最放鬆的 可能就是什麼都可以講 可是你可能參加 別人的錄音或錄影的時候 你會比較凝固 很安靜 是因為不熟的關係嗎 還是覺得Gasen有默契 講什麼通通其他都接得住 我覺得是 就不熟跟默契都有影響 因為第一個我跟Gasen就認識 我們認識十幾年 這樣 所以跟其他人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多幾次吧 然後私底下 可能也要有一些交流之類的 會比較放得開 像之前有去錄一個 那個台槓大神的吧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也是蠻安靜的 一開始都是很安靜 然後還有像之前去錄那個新竹 陳建民的Podcast 那集我有聽 我覺得你超安靜 對一開始真的都是很安靜 但好像這就是我 一開始就是會比較安靜 那等到如果真的 我自己感覺到 這個環境是我可以放鬆的 那我就會開始 幹 雞把你白癡喔 去死啊幹 閉嘴 會不會是 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錄音的時候 又有人勸說 如果很緊張的話 先喝酒之類的 可以試試看 可能會有幫助 但因為我之前有去一個場合 主持他們的活動 他每次跟我講說 就上場前喝一點酒啊 結果那個上場前 我就喝了兩三罐啤酒 那到台上之後 還是一樣 很緊喔 對 就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放開 那我後來有想說 可能就是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會嗨的人 對 其實是蠻安靜的 我就是這樣啊 我就是不會嗨啊 所以就算喝酒的話就是 就也是這樣而已 就是安靜 放鬆的安靜 對 放鬆的安靜 然後我可以 我會突然會暴走 會突然暴走 亂幹 像之前最近有一次就是在 錄那個陳建民火烤的時候 演出當天下午 我想說幫大家 叫個麥當勞 大家那麼辛苦 他們幫忙佈置場地 麥當勞來了 沒有人過去吃 我就開始罵 我們家喻 去死啊 來福過來吃啊 幹不是很愛吃 然後看到誰都罵 罵完之後我就去廁所了 然後在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來吃了 這樣 幹還蠻好笑 對 所以也是不會嗨 但是會罵會暴走這樣 總覺得有點像呱吉 會爆的 其實在公司也是有時候會這樣 可是就在公司的話 就是在Skype上 跟同事 也是熟的同事才會這樣 就可能突然就 碰到什麼事情很不舒服 就會找一個比較熟的 忽然間壓起來 就點他的Skype 開始罵他 罵就罵 你在公司的人員還好嗎 還不錯 很多人都說我很有禮貌 對 其實很有禮貌 就是熟的人才可以聽你這樣發瘋 但因為他們就熟嘛 所以他們也無所謂 我就罵 罵完之後 我會跟他們說 對不起 然後他們就笑一笑 也是沒事 也是沒事 對 爽啦 幹 對啊 蠻好笑的 真是一個好的紓壓方法 那因為 OK 剛剛跟阿聖你們錄了 好像有十多集吧 好像好像 有 有 目前是暫停的狀態 欸你們的收聽率還好嗎 不太樂觀 不太樂觀 那其實我們做這個 就是做好玩而已 但後來 欸我記得之前有 有人來討論我們的Podcast 但是是誰我忘記了 但他們有針對我們的 錄音的音質啊 這些 有講的一些建議 那我認為都 很有用 那我跟阿聖講 阿聖說 阿聖說 他想去上吊 他說 他說等他哪天他去上吊 然後叫我去拍照 把他照片 傳給那個 那一集的Podcast的人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 很有建設性的東西 上吊給他們看 對上吊給他們看 葛珍的建議真的太棒了 但是葛珍他最近有小孩了嘛 所以我覺得他有家庭 還是把小孩拿去上吊 可是小孩上吊的話 因為我覺得 可能小孩 重量不夠 有可能 再來就是小孩就是縮成一團 你沒有辦法脖子吊 我覺得不好吊 而且因為小孩他 什麼肌肉骨骼都還沒有完全的發育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 身體會掉下來 頭也會吊在那邊 然後就分屍 慢慢的拉長 應該沒有辦法拉 我覺得會分屍斷架來 那種我覺得會嚇到人會不好 可是我認為比較美麗的上吊方式 會像是裝飾藝術那樣 像我就想過想要找一個地方上吊 但大家看到我上吊是不會嚇到那種 大家會想說 他怎麼有辦法吊在那一邊 他好厲害 然後就希望我可以哪一天 找到一個地方吊在那一邊 然後大家也不要把我拿下來 然後甚至還有法醫還什麼的 來幫我做防腐處理 好酷 就讓我變成裝置藝術 好 我就吊在那一邊 這樣 現在有什麼理想的地點嗎 我還在找 因為我發現很多地方 我覺得可以吊死人 但是 大家都有辦法去吊 這樣就覺得 不好 太容易了 這樣 那你剛剛是問什麼啊 上吊 上吊 看我是有想過一個 這也不算吊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 算是創局嗎 我以前念東華大學 女生的宿舍 就是一個回字型 就是方形的框 然後有一天 有一個女生在中庭上吊 驚動整個宿舍的人 大家一出門就 幹 中間又吊一個人 所以就是一個方形的宿舍 中間吊一個人 對 這個是不是很像一種 那個什麼水晶的算命 有沒有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輪流去問那個女生 然後在地板上寫一些 一些是不是有沒有 然後接著就推 那個女生就會開始搖 某一種疊先 對 看她搖到哪一邊 她馬上成為學校的七大不可思議 可是我覺得她的脖子這邊 可能要特別去做一些處理 不然就 人掉下來總是不好的 對 地板上寫一些大樂透的名牌 去問這一期會簽什麼號碼 就推那個女生 那女生就會搖幾個數字 大家就簽牌這樣 哦 好 那個女生後來拿下來了嗎 應該是拿下來了 就是這麼可惜 上吊其實不容易見到 對 學校的處理方式 我這樣其實不太溝通 沒有尊重生命 我們應該把它維持在那裡 讓大家記得 這裡已經有人先搶過這個位置了 下一次請大家換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去那邊問事 問事情這樣 然後 欸你剛剛到底問什麼 問到什麼 啊 趴開始就是 錄了十多集 然後問了狀態 然後現在是暫停的狀態 對 我們預計 九月會開始播 因為最近其實就因為 表演接的有點超出我的負荷 對 所以 其實阿神他前幾個禮拜 都一直有問我 要我去找他 甚至他來找我都可以 但我真的擠不出時間 九月吧 然後我們會找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 音質的部分也會想一些辦法 會弄得更好 會弄得更好 我一開始是以為是因為他的小孩子 剛生出來 他沒有時間 一開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他家裡有小孩 所以如果他確診回到家 其實也不太方便 對 阿到後來之後 現在一天確診好像兩萬多個吧 對啊 居然台灣沒有辦法破十萬 這搞什麼啊 不知道該說該努力還是不努力 大家都真的都 反正就那一陣子是這樣 那最近就是因為變成是我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是等 等九月吧 告一段落 那你現在也是Podcast有暫停了 其實應該有三個月 好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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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跟嘎盛講嗎 來啊 來 我好像有寫的 林家勝 林家勝 那時候第一次讀 林家勝喜樂公聽喔 林家勝 好啦沒有啦 嘎盛就好好錄啦 為什麼我關槍 我們在找時間啦 那我有跟嘎盛說 請他去在台北找一些地方 我們之前是在小樹屋 但可能因為空間太小 所以回音很重 其實我都有做降噪的處理 但發現還是沒辦法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用的是那個小雪球 那它小雪球它有三種收音模式 沒錯 很奇妙的是齁 我們好像每一次錄 收音模式都不一樣 很奇怪 很奇怪 好 你之前錄有記得你是用哪一種嗎 有啊我都會記得 我都會調好 都是固定一種嗎 我都固定一種 是哪一種 那個心形的 但是我不確定 心形有分兩個 然後我好像是用 沒有特別降聲音的 就是360度都可以收到音的這一種嗎 單一方向 單一方向 但是不是特別集中那一種 對對對 那應該就是二號 好 那這樣我會記得 加油 嘎盛就加油吧 我跟嘎盛說他小孩出生嘛 之後我會送他尿布 好 很好的禮物 對就送尿布 我記得之前也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小孩出生 我送他什麼 送他金飾 哇 還不錯耶 我覺得有夠爛的 因為他們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金飾真的是個很 我就覺得很爛 那時候我送他的 算是貴重啊 可是我送幾千塊 沒有送到特別貴 對 我是跟他說以後他要走路的時候 他可以拿去盪掉 對對對 這才是金飾的功用 某一種型態的錢 對 然後反正就這樣 但我覺得其實尿布會最好 沒有錯 也是很實用 送給嘎盛用 對 送成人尿布啊 成人小孩都可以送 好 就這樣 對嘎盛其實沒什麼話好說的 嘎盛就這樣吧 嘎盛應該也會 我會跟他講要來聽這一集 好 嘎盛要對他講什麼 你會希望我對他講什麼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但是我本來以為你要講什麼 就比較奇幻的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上吊 然後你現在跟他說好好努力 那你想對嘎盛講什麼 因為你跟嘎盛上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其實都是我們有 學校堂有表演的時候他會來看 對吧 那就笑一笑這樣子 對對對 你有想對他講什麼 要想什麼呢 可能講一些當爸爸加油 之類的東西 前陣子我有 老婆 加油 對 婚姻也要努力 對婚姻也要努力 前陣子我有 想要請他幫一個忙 我跟他說他小孩既然出生了嘛 說這個小孩可不可以就跟我信 他拒絕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但我就尊重他 那小孩叫什麼呢 名字我也不曉得 但應該是 目前看來應該是姓林 廢話 但他如果跟我姓的話就是姓歐嘛 歐的話我就可以來取名字 但他不要嘛 那就算了 姓林的話 林有什麼名字 林 他感覺應該也是會去給人家算命 算名字之類的 我是有看到照片 好像他們把它暱稱叫做小貝果 小貝果 貝果 貝果 那個麵包 有一個洞 有一個洞的那個 對對對 我那時候想說就是祝福他以後有一個很大的洞 他不是生女嬰嗎 對啊 有一個很大的洞 應該是指他心胸寬闊 心胸寬闊 有一個很大的洞 對他的心胸有一個洞 什麼都籠的下去 對就跟貝果一樣 這樣姓林 林貝果 林貝果 林小果 歐貝果 感覺是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歐貝果 林貝果 用麵包啊 林菠蘿 林克林姆 林泡芙之類的東西 林泡芙 林可頌 林 林 林蔥花 林蔥花 林 林 算了算了算了 林 還是想一下歐叫什麼名字 歐貝果 歐菠蘿 歐爺 歐彥豪 歐久安 歐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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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是以後會買房子的名字 對 買在台北 挺好的 買在台北 以後叫志浩啦 嘉慎聽到的話以後幫孩子取名叫志浩 女生耶 志浩 女生叫林志浩 林志浩 不錯啊 好像可以 好像 欸 有什麼女字編的浩嗎 林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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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志什麼的感覺也可以 林志嗎 嗯 林志 林巴 林巴言 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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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林巴還蠻好笑的 林巴還蠻好笑的 對 巴 可以 巴巴 台灣人不喜歡什麼要巴要發什麼之類的嗎 對對對 對 所以就叫林巴 巴就是那個兩條的那個巴 嗯 單名一個巴 欸你好我叫林巴 哈哈哈哈哈哈 林巴小姐我們這邊請喔 林巴你今天有什麼問題嗎 喔林巴有點大 哈哈哈哈 就是林巴 林巴可以 對 對 雅神你就好好考慮林巴這個名字 你如果真的取的話 我跟你講啦 你小孩的尿布喔 我 送三年 三年嗎 我不曉得三年要包多少 那你小孩 我尿布我買五萬 好 喔好 五萬 五萬塊 對 對 你戶口那登記完出來 只要上面是林巴 五萬塊的尿布 很棒 我就送過去 很棒很棒 同一時間到貨 讚讚 我聽得很棒 因為OK上一集來的時候就說 呃 雅神一年內離婚 離婚他包十萬 對 我這是加碼 小孩叫林巴 包你五萬塊 對 就林巴 一個人可以有一次的改名機會嗎 好像三次 三次嗎 對對對 對啊 你可以這次林巴拿到五萬嗎 嗯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 沒問題 我願賭服輸 我就給你五萬 你小孩就叫林巴 然後小孩長大了 你可以再換一個名字 什麼 零正常一點的 我覺得如果一個小孩真的叫林巴 他應該活不到長大 他應該幼稚園就被霸凌到 同學的線洞都是他 大家來看林巴吃飯 邊吃邊哭 每一餐都變稀飯 淚水一直滴一直滴 林巴 但是我覺得也可以讓小孩知道 就社會確實蠻殘酷的啦 對對對 確實 對啊 林巴可以考慮 林巴可以考慮 好 所以關於Podcast的話題 我們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還有我想問 OK 另一個就是 這一年新竹其實也辦了很多活動 因為像是有一直辦 Open Mind 然後找台北演員下去 然後也有辦自己的秀 那最近呢 新竹辦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表演是 火考陳建民議員 Yes 對對對這個很有趣 就是新竹有一個當地的議員 好像是認識了四樓這邊 新竹四樓的人 然後就辦了火考大會 所以想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欸為什麼來辦議員火考這種事情 OK 最一開始的話是一個 也是喜歡我的人 他帶著議員服務處的主政 一起來看 看完之後他們就很有興趣 然後就有保持聯絡 然後他們也有邀請我去上Podcast 那有一次就莫名其妙的聊到 就是說我想辦一個火考 火考林志堅 那他們是說 林志堅可能有點 等級太高 對 網紅 所以他們是說從 辦議員看看 那所以 其實那時候就只是聽聽而已 就講說OK好還不錯啊 結果過一陣子 他們又來問我 活動籌備的怎麼樣 那就知道OK好 那就是要辦 對 但我因為知道辦這個很忙 所以這一檔我是讓 讓家喻來當製作 好 這樣 所以一開始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辦了這一檔 火考陳建民 然後接著就這樣子 真的打死了水棍上 然後就開始找人 然後慢慢的那些海報啊 場地都弄起來 沒錯 我們是從三月 三月多就開始 開始籌劃吧 我記得 因為我是火考的教練 對 所以我陸續的也收到大家的文本 這個樣子 然後就幫他們修正 然後再交回去 然後最後火考那天我也有去看 其實人非常多 人幾乎八九十個有 是嗎 感覺因為坐滿耶 坐滿 觀眾坐滿 OK好吧 那可能就是因為我後來 因為我看怎麼好像才六七十了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滿了那就是滿了 那你看大家的文本 你有覺得誰的最爛 誰的最爛喔 那是蜥蜴人 他幹你 這還用講啊 因為他真的是經驗比較少 所以可以感覺到他還 其實還不知道寫文本的邏輯是什麼狀態 沒錯 他應該算是裡面最 最資淺的一個了 嗯嗯嗯嗯 沒有錯沒有錯 他是最資淺的一個 嗯嗯 然後其他人可能多少都有上過 社交的課 或者是已經 土法練剛剛練了很久了 然後都會比較有概念說 一個火烤怎麼寫 可是蜥蜴人可能就 一方面資淺 然後又年輕 比較不像老油條 會嘴炮嘴炮的 而且他 蜥蜴人好像他 OpenMine沒上幾次 喔喔那為什麼找他 那時候在找人的時候 想說要找不同職業的人 是 我們有上班族 有創業 那再來就是 有一個學生 所以就找了蜥蜴人 喔好好好 的確的確 一開始其實本來有想要找Gino 嗯 但是後來看看 我覺得 Bio他的標籤 比Gino更好 對對啊 所以就決定換 換成Bio 嗯嗯嗯嗯 原來如此 然後 我那時候有的參賽者是 你OK 還有Bio 然後 Casper Casper 雍正 還有蜥蜴人 這個樣子 五個人沒錯 然後還有再加上陳建民 那陳建民是我們另外找寫手來幫陳建民寫稿的 對 專門寫他的稿子 然後其他人的寫的本的話 就是我有看一下 然後覺得邏輯不太對 我再修回去給他們 那最後我覺得 反正我修回去版本 文本已經是修過的 已經有一個 我覺得堪用 堪用的等級 OK 那我覺得可惜的就是說 大家 其實連我都忘記 要去open mic練習了 好可愛 這是真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到open mic練習過 那這就可惜啦 對 完全沒有人練習過 所以當天有些笑話丟出來 反應就真的沒那麼好 是是 那再加上彩排不夠 應該在正式演出前要有 至少要有一次正式的彩排 但這點我們也沒有做到 然後沒有督促大家 一定要把稿子背熟 不過是第一次辦這個秀 反正算是一個經驗 對啊 算是辦 我覺得這個算是第一場 全台第一場辦火烤政治人物的 雖然呱吉也是 但我覺得呱吉他的身份比較像 他更喜劇演員 更網紅一點 陳建明他是單純純的 純的政治人物 純的意義 純的政治人物這樣 然後那天真的台下都裝腳 超級奇妙台下很多裝腳 確實啦 因為那時候 有要辦這一檔的時候 就跟他們說 他們要負責票房 是是 不然這一檔真的辦不起來 但那一檔我們有開線上售票 放了一兩個禮拜 才十幾張票而已 然後陳建明他的臉書 也有幫忙宣傳 底下有些人就跳出來留言 他說 建明出來的啊 我一定馬上買光啊 我一定要全部買 我買早就包票十張二十張了 結果我就看線上的售票 欸還是只有十張啊 你們包什麼啊 包什麼包皮啊 對 就這樣 不過那天我覺得蠻奇妙的就是 像是我坐第一排 然後旁邊是什麼校長 是什麼董事長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 哇靠 裝腳之力 裝腳還是很厲害 對他們就是坐在那邊看 但其實他們過來其實 也就只是一個人而已 也沒有帶他們公司的員工來之類的 不曉得他們那天看完如何 這倒是沒有時間去問他們 對對對 我覺得氣氛是還可以 甚至 反正是有趣的嘗試 可能也讓新的觀眾知道 喔原來喜劇是這樣子 而且那天在結束之後 好像林志堅有打給陳建民 喔 然後有說什麼嗎 問他說這檔 欸怎麼樣啊 然後他們兩個有聊了一下 這樣 還是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 考一下林志堅啊 林志堅一定很好考的 非常好考的 他落跑去桃園 多麼好考的點 但他最近就在忙著論文的事情 對對對 多麼好考 忙著論文的事情這樣 所以就沒辦法 不過有機會 林志堅 林志堅市長 如果你有聽到這一集的話 我們慎重邀請你來聯絡四樓喜劇 四樓喜劇 辦一場可以啊 我們直接會辦在SOGO 滿席250個人 來聽你怎麼樣討論論文的事情 還有如何拋下新竹去選桃園 但其實好像這樣蠻正常的齁 就是我還在當新竹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要準備去選桃園了這樣 陳時中是不是也是啊 差不多差不多 陳時中要選台北嘛 所以他這個就是衛福部就割下 雖然之前也沒有看到他在做什麼啦 人家很會開會 他倒是蠻勤勞的啦 這裡要跟他學習 他每天開直播嘛 不過就這一點他陳時中真的是佩服啦 很有毅力耶其實 全年無休 是我的話早就想放個假了 對啊就早就想說隨便啦 不然就台灣人而已嘛 我就不能預錄嘛 反正我每天都講一樣東西 而且數字都是他們公佈的啊 都可以先做好不是嗎 有道理 我先錄一個禮拜份量 他可以自己規劃 他們不是說規劃兩點才開記者會嗎 就等收盤嘛 我想說應該 不過陳時中真的佩服啦 阿中部長你辛苦了 也可以辦一個 來 選舉年到了很多人 曹喜劇演員辦活動 沒錯 超級多 陳時中部長 你可能在忙著選台北市長 但我跟你說 如果你有機會聽到這一集Podcast 我們一樣邀請你來聯絡我們四樓喜劇 我們一樣SOGO250張票 來 火烤陳時中 好 來就辦 我們已經在邀約了 讚喔 可以盡量找我們 我們讓新竹多一點活動 沒錯 陳時中 林志堅 這兩位 你還有想要看我們考誰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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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市長 你要我幹嘛我就幹嘛 火烤OpenMind還是幹嘛 去你們那邊幫忙 我都可以 不拿錢 純義工 我還贊助 好屌喔 我有繳檔費的 感覺好好笑 我有繳檔費 他一年檔費好像是300吧 真的喔 好便宜喔 一年好像300還500 但也是我的錢 對 出入意料的便宜 一年也是我 這也是我的錢啊 對 所以柯文哲市長 你只要聯絡我的話 你只要聯絡我 我就很開心了 他只要聯絡我就很開心了 沒有卑微 可以見到柯文哲 就很開心了 我的桌布已經放柯文哲放好久了 前幾天李安也看到 他說這什麼東西 我說這柯文哲啊 然後還給他看 好快樂啊柯文哲 我之前有加入那個學姐 黃靖穎 黃什麼東西 我直接看他臉 然後彪彪亮亮一個黃色 黃靖穎 我有加入他的粉絲團 然後之前 好幾年前了吧 那個粉絲團的團長 還有說我們大家一起湊錢啊 一起買一個蛋糕 就是有點類似做善事 捐錢出去 然後同時也買個蛋糕送給學姐 然後會在蛋糕的那個盒子上面寫上名字 我第一個捐 好像捐多少錢我忘記了 但我沒不管 就捐 然後名字出現在蛋糕上面 快樂 好肥宅 但是後來好像聽說他有交男朋友了啦 照樣送啊 有什麼關係 沒有就沒什麼感覺了 好幹 所以後來就是 我就去找柯文哲了 對 這樣我等柯文哲生日那天 他生日幾號 我不知道 我會介紹的事情 是我的錯 我沒有記得柯文哲的生日 柯市長對不起 但我會記得 柯文哲如果你要蛋糕的話 我送 我覺得柯文哲可以跟陳時中綁在一起 一起辦 辦火烤嗎 辦火烤 兩個人的火烤喔 現任市長 跟以後要選市長的人 喔 市長當選人跟市長落選人 對 我覺得這不錯耶 可是兩個主秀這要怎麼烤啊 很妙 你有看過這種表演嗎 兩個主秀 也許是對打的形式吧 他們一定對打啊 一定對打 那就是一個是主秀 然後另外一個是火烤大會這樣子 在旁邊真的講的 你會 你會 有點類似火烤比賽嗎 就兩個人 然後他們 各別有三個團圓 這樣好像不錯 這樣好像不錯 然後輪流考 那最後就是柯文哲跟陳時中 兩邊在台上互考 對對對 對 好像不錯 都是醫生 然後一個柯文哲覺得陳時中不懂疫情 可是柯文哲是 之前好像是台大ICU的主任 那陳時中不是只是牙醫嗎 牙醫就只是 他可是我很懂牙齒啊 牙醫就抽神經嘛 超懂得口腔 然後洗牙嘛 洗牙就沖牙肌就好啦 然後刷牙 牙線 也許人家超理解呼吸道 跟牙齒連在一起的東西 喔 好像也道理 牙醫 牙醫厲害 牙醫真的很厲害 因為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欸欸 好 那就陳時中跟柯文哲 好 一起辦秀 我們鄭重邀約 好 一起來 這個一聽就覺得會賣 太好看了吧 我覺得新竹SOGO應該250個人做不下 我去訂小巨蛋 反正你在台北嘛 柯文哲絕對有辦法 可以 幾千人的表演 好棒 很期待 要賣贏薩泰勒就靠這一場 太期待了 會贏會贏 主辦就四樓喜劇 我們主持Gino 好欸 Gino上小巨蛋就看這一場了 上不了週末夜 但第一個登上小巨蛋 馬上先上小巨蛋 Gino走路都有風 他現在已經走路都是有風的 到處蹭 真的蹭到 Gino你有聽到這一集的話 真的少點留言 我昨天 現在還想到我昨天好像有做夢 我夢到Gino Gino他傳line跟我講說 好 OK我會聽你的話 我不會到處留言了 好 結果起來發現 根本就沒有 真的是夢 真的到處留 他還是到處留 Gino加油 Gino偶爾去陳時中那裡留言 或柯文哲那裡留言 叫他去撐到政治人物那邊嗎 加油 我會去tag他 好 好 好 最後是想問說 新竹呢 今年其實是有感受到你們的活動越來越多了 那你以後會希望新竹還能夠辦怎麼樣的喜劇活動呢 好 我想先聊一下新竹目前的模式 好 新竹基本上一個月會有兩到三場 甚至會有四場吧 OpenMine 那每一場OpenMine都會邀請一個台北的演員過來當作大軸 那偶爾就會配合台北這邊的售票場 安排一個新竹的家演場 像我們7月30會有一場大可愛的專場家演 是的 就在新竹 那目前的模式就是這樣跑 因為其實在Gino之前 安排這些活動都是我在負責的 全部負責 你好忙 但我得說這真的累死 所以當時就覺得我的表演真的是越來越多 對 你現在已經 我覺得你表演超級多 我自己完全做不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找Gino 有跟他認真的請他幫忙 看他願不願意 Gino很爽快 他答應了 那他 我得說Gino他安排這些也做得不錯 真的做得很不錯 那Gino也是把他自己的實力控制在一定水平 就接不到表演 對 所以Gino不用去煩惱說會跟表演撞到的事情 不用 努力的主持也可以 努力的主持 然後玩即興嘛 然後安排這一些 那未來有什麼活動的話 目前其實也都是那種售票場的家演 是 Gino之前有跟我講過 他想要安排類似地獄梗還是火烤之類的 然後邀請一些很有名的人來 想要辦一場秀 但那個消息過沒多久之後 他就接到了不紅火烤 所以他會去 我跟他說他還是去忙那個比較好 對 所以 可以等他先忙完 所以目前好像沒有什麼秀 講實在的 反正還在培育的過程當中 慢慢的養新竹當地人 養起來了 演員養起來了才有辦法真的在地的長出秀 演員目前確實也越來越多 而且觀眾也越來越多 像我們之前有一次是超臨時的open mic 禮拜三晚上吧 突然說我們這禮拜五要半 這麼臨時 結果當天也是有一二十個觀眾跑來 這樣不錯啊 這樣是很好的 而且我們基本上新竹就沒有明星嘛 對 所以都是純粹想要看的人過來 這樣很好 我認為這真的蠻不錯 現在平均來說的話 新竹的open mic一場 其實 我覺得三四十個 欸很好欸 三四十個 卡米蒂偶爾都沒有辦法三四十人 另外一方面我在想可能台北的表演也多 台北娛樂比較多 可能新竹娛樂相對少一點 新竹就劇城啊 劇城以外沒有 先劇城以外就Netflix吧 或看YouTube 那真的好可憐 那真的是只能出來玩 所以有四樓喜劇是蠻好的 對 有一點事情可以做 真的很不錯 這樣 大家加油 加油 新竹市民沒事無聊的話 去四樓晃一晃 便宜又有趣 去晃一下 便宜啦 便宜啦 有去不保證 但保證便宜 保證便宜 保證便宜 好的 那我們的上集 就是了解到OK這一年的狀態 還有新竹這一年的狀態 那我們下集的話呢 也會繼續訪問OK 那我們就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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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們下集再見 最後一刻 我們下集再見 一刻 我們下集再見